大家好,歡迎收看明鏢活樂頻道 在開始今天的影片之前,請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訂閱我的頻道,訂閱我的頻道 就記得Follow我的IG,明Watch Channel 如果想知道不同的鐘錶知識和故事的話 可以加入明Watch Channel的Facebook專頁 最後,如果想買錶買錶,可以去明Watch Channel.com 看看我們有什麼寄買錶,或者寄買自己的靈錶 我們NBBC是一個提供手錶服務的平台 除了提供寄買和購買手錶服務以外 還會提供代訂明錶服務 連訂造錶帶都可以找到我們 所以無論買錶買錶,找錶訂錶 總之想到和錶有關的東西,所以找到我們就可以了 期望可以在NBBC見到大家了 正所謂爪數的真漢子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爪數的 在幾個月前拍攝的Omega Chronoscope 最後我有說過,我會想辦法找一隻 Chronoscope的青銅金來拍片給大家看 今天終於有一隻青銅金的Chronoscope 在NBBC寄買了 所以馬上拍片和大家一起追看這隻旗艦款的Chronoscope 好了,事不宜遲,去片 我們現在打開這個熟口熟面的Omega錶盒 把錶拿出來 它就是我今天要說的主角 Omega的青銅金的Chronoscope 在講這隻錶之前 我想大家這幾天都看到各大討論區都被 Omega的新款發布洗完版 這方面不用大家呼籲了 小弟已經馬上在做事了 老實說,雖然好像出了很多新款 但我是有點失望的 因為看到其實都是一些舊瓶伸走的東西 都沒有什麼創新的元素在 不過當然,一有新款借到手 就馬上拍片和大家一起追看了 大家都算是看了200多條影片 這方面就盡在不言中了 今天要介紹的這款Chronoscope 是Omega在2021年推出的一款超霸旗下的全新系列 話就說是全新 但它的設計靈感是來自1930-40年代 配備33.3機身的CK2393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同時配備了測速、測距和測密博 三種功能於一身的 所以Chronoscope這個名字也很有意思 它是由Chrono和Scope兩個字組成 Chrono就是時間 Scope就是觀察的 合在一起就是用這隻錶來觀察時間 這次的Chronoscope總共推出了四款 分別就是不鏽鋼版的銀面銀圈 藍面銀圈的反紅貓 白面黑圈的紅貓 以及我手上的這隻青銅金版本 如果想看回我之前拍不鏽鋼版的Chronoscope 可以看看我這條影片的連結去重溫 Bronze Go的青銅金 就是Omega在2021年研發出來的一種新物料 顧名思義就是青銅加金的物料 銅的比例佔50% 金的比例佔37.5% 其餘就是銀、巴雅等其他金屬物料 用來微調物料的色澤和穩定性 這一種青銅金的靈感 就是來自古希臘的Corinthian Bronze的配方 都是一種將銅和金結合的方法 不過這一種的配方其實已經失傳了很久 只是存在在歷史記載當中 Omega用了18個月的時間 研發出屬於自己的青銅金配方 其實簡單來說 青銅金就是9K金 不過就是加了銅的成分 令到顏色更加符合現代的口味 Omega第一款推出的青銅金標款 就是C-MASA 300的Bronze Go 之前我亦被這隻物料吸引 而入手了C-MASA 300的Bronze Go 大家可以進入這個連結 去重溫這條影片 去看看我怎樣出現 我手上的這隻青銅金Chronoscope 就是Omega推出的第二款青銅金的款式 先講講這款標的基本規格 它的直徑是43mm 厚度是13.3mm 脫脫的距離是48.3mm 標2的這個幅度是21mm 防水有50米 還有一塊是凸起了拱形的南無射水晶鏡面 這些外形的尺寸上的配置 跟不鏽鋼板一樣 而標殼就是青銅金製造的標殼 還有標帶就是一條啡色的 復古風格的牛皮帶 目測跟C-MASA 400的物料 和顏色一樣 而標革就是同樣以青銅金物料製造的針扣 Cronoscope 的計時就是三合一的計時 分別就是測速、測距和測密角 用法在不鏽鋼板的Cronoscope 影片 又詳細講過了 我就不再講一次了 大家可以再重溫 這個有測速計的標圈 就是一個啡色的陶瓷 再填入化狼黑道製造的 對比起不鏽鋼板用的鋁圈 在物料上明顯升級了 而且質感亦高級了很多 標面方面就是用青銅 再經過人工氧化工序 變成啡色的效果 上面有銀白色唱片面的兩個小標圈 分別就是左邊的時間的小秒針顯示 以及右邊的計時、分鐘和小時顯示 計時的分鐘和小時同時在錶盤上顯示 分時、時、錶和紐葉型的指針 是用青銅金物料製造的 所以有這些組合加起來 就是一個非常充滿貴氣的朱古力面 陽光底下真的充滿復古味的那種金光閃閃 非常非常靚仔 我們反轉到錶底 看到有一個透底的設計 可以欣賞到這個和Chronoscope系列一起推出的 全新設計的9908的手動上鏈機心 機心方面就和北手鋼板一模一樣 對於很多人來說,手動好像就不太方便 對於新手或者只有一兩隻錶的朋友來說 的確是 但對於我們這些多錶 經常輪著戴的人來說 其實手動和自動都不太分別 因為幾天才戴一次就一定都要上鏈了 但手動機心的好處就是 它會薄一點 所以這個錶都不太厚 而且機心不會有一個自動托 阻礙你去欣賞機心 機心佈局上面這個機心是挺特別的 唯一給你看的就是這個擺輪 其他東西都不太能看到 擴散式的日耐阿波紋裝飾 造型上面是挺特別的 不過很多零件都遮蓋了 影響了一定的觀賞性 這一點有點可惜 大家看到大大隻的Master Coaxial 這個字就知道一定是有META證證 除了有60小時的動力儲備之外 還有15000高斯的防止效能 還有0至5秒的日差保證 一定不會有大家都不太喜歡的 萬秒的情況出現 而計時方面 都有杜柱輪和垂直離合的結構 有所有計時錶的高級配置 我現在就示範一下如何操作這個手錶給大家看一看 叫做Speedmaster 也不會有鎖霸迪的設計 就這樣向上轉 就是上鍵 如果把霸迪拉開一格 這個時候因為它沒有日期 拉開一格之後就有一個時針的快條 如果大家去旅行的話 這個功能就調時差和調時區 就是很方便的功能 如果再把霸迪拉開一格 看到左邊的這個閃電針就停止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調時間 調時間後把霸迪拉開一格 時間方面的操作就是這樣 如果計時方面 兩點鐘位置的這個按鈕就是啟動 看到那支針按了下去 那支計時代表中是非常穩定的 不會有跳針或者震的情況出現 看到那個動作非常穩定 亦都符合了Omega 9 系機心的一貫表現 就是不會彈針或者跳針 不會像Moonwatch的那支針一樣 是不太穩定的 還有計時手感亦都相當之好 真的好像那些舊式的機械計時手感一樣 按下去 還有鬆開 都是會震一震的 這種手感非常好 以上就是這支手錶的所有操作 我現在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好嗎? 43mm的尺寸 打在我154mm的手腕上 我覺得就略略是大了少少 如果是不鏽鋼板的鋼帶板上面 可能是那個盤子就比較Sporty 我就不太覺得是顯帶 但是這支青銅鑼板在復古牛皮帶上面 戴上去 我就覺得是有少少顯帶的感覺 所以我也是覺得青銅鑼刊馬 小一點就比較適合我 不過錶面的細節和質感上 青銅鑼板的Chronoscope 絕對是完勝不鏽鋼板的 這一點就無庸置疑 那種巧克力的高貴感覺 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而Chronoscope 最大的賣點 我就覺得是這個 計時按鈕的手感 十足十足以前 那些古董機械的那種 即是那種計時按鈕的手感 除了按下去震一下 鬆開也會震一下 這一樣東西在其他Omega的計時款 就無法給予你 只有這隻的Chronoscope才有 所以你真的要親手按一下 才知道 好了 最後 先脫一脫錶出來 最後 很多師兄很想知道的一件事 也是在入手青銅鑼之前 每個人都會想的問題 就是青銅鑼究竟會否氧化 我當然就出動了 我半年前買的這隻師父青銅鑼的海馬 來做個對比 其實仔細看 是會見到有分別的 如果是全新的青銅鑼 那是真的比較金一點 和亮一點 但是半年之後 看得到我這隻海馬 是會稍微變深色了一點 這個分別要放在一起才看到分別 如果不對比 其實是看不到分別的 所以Omega是沒有說謊的 青銅鑼 不是永遠都不變色 只是慢慢變 半年變成這樣的程度 其實我覺得都算是這樣的 至於它說它變化的顏色 一定會令大家滿意的這一句 我就覺得見仁見事 我個人是覺得滿意的 相信再過一兩年 會變得更加有味道 至於這隻青銅鑼的Chronoscope 最值得彈的地方 是這條錶帶 我輕輕力扣了兩次 都已經看到有痕 相信質料也是一般的 好心Omega 你就不要太度縮 賣這個價位的錶 給一些這麼便宜的錶帶 真是 說真的 現在有很多低價品牌的錶 給的皮帶 其實都比這條更好 所以之前入手的青銅鑼海馬 我自己都訂做了一條錶帶 用美國康圓皮的 漂亮很多 你看看 我大了半年 都只有這樣 漂亮很多 所以 都建議 如果是買青銅鑼款的師兄 都自己訂做一條 因為這條錶帶 都很容易殘 這隻青銅鑼的Cronoscope 現在已經在MWC 寄賣了 寄賣價是港幣11萬1千元 至於這隻 我自己的青銅鑼海馬 雖然我還是很喜歡 但是 因為我真的現在 只會留下限量版來收藏 所以我都遲早會放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上來MWC找我 取下水 或PM或DM我 一定會給大家 一個MWC觀眾的優惠價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開箱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SHARE我的影片 以及按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我一出新片 就可以隨便聽到大家 如果想知道不同的中標知識 和故事 可以加入MWC Channel的Facebook專頁 如果想買標買標 可以瀏覽MWC官方網站 就是MWC Channel.com 如果看影片 還看得到漂亮的照片 就記得追蹤我的IG MWC Channel 你們的支持 就會繼續分享最大的動力 下次再見 拜拜